Hello,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再见,我是爱你们的迷迷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漫威系列的电影《蜘蛛侠2》 拯救世界的责任让彼得觉得有些心理交瘁 他不仅要办公办学,补贴家用,还要应付好基友的质问 蜘蛛侠到底是谁? 好基友永远不会忘记蜘蛛侠杀了他的父亲 玛丽的爱同样也让彼得感到迷茫 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和他在一起 这天,彼得又因为就横穿马路的孩子丢掉了一份工作 还没赶上选秀的课程 教授对他的懒散很不满意 认为他浪费了自己的天资聪慧 回到家的彼得已经疲惫不堪了 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此时的玛丽已经小有名气 经常出现在路边的广告牌 彼得答应会去看她的演出 但是第二天却因为打击犯罪再次迟到 失去了进入剧院的资格 他只好在剧院门口等散场 没想到等玛丽的不止彼得一个男人 他似乎已经有了新的男友 彼得虽然有些伤心 但也无可奈何 正巧警笛声响起 彼得又要开始惩恶养善了 但是他却突然没有办法 从手中射出珠网 重重地拴在了天台上 一头雾水的他只好灰涂涂脸地回家 好几友资助了一个教授的核聚变项目 并且带彼得来到了现场见证这一时刻 教授给自己连接上了四个手臂 并利用脖子上的晶片控制他们 没想到的是实验出现了差错 不仅害死了教授的妻子 还导致教授脖子上的晶片和融化的金属 潜入了他的脊髓 必须通过手术切掉身上的机械臂和连接设备 才能判断对人体的损害程度 可是在手术还没开始 机械手臂就在医院开始了一场屠杀 教授已经被这些机械控制 成为了他们的傀儡 还在他们的控制下去抢银行 想要继续自己的研究 不在乎这个研究是否会毁灭一座城市 彼得作为报社摄影师去增加一个庆典 没想到就在这个庆典上 心仪的女神玛丽答应了别人的求婚 因为她已经等了彼得够久了 她不想再继续着没有结果的等待了 彼得也在回家的时候发现 自己的超能力不知为何 似乎在慢慢消散 她去看医生 医生只是给了她一点启发 坚持自己的选择 做回自己 彼得想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不再是蜘蛛侠的生活 她将自己的战衣扔进了垃圾桶 快乐地当一个认真学习的好学生 还去看了玛丽的话剧 玛丽当然十分开心 不过这并不能改变 她即将结婚的事实 而且彼得却在一次次目睹那些不正义的行为 和天在人祸之后再次迷惘了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如何抉择 肩负重大责任的蜘蛛侠 还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不过这由不得太来选了 因为还有一个城市的祸患教授 在为非作胆 她为了获得好基友的资助 抓走了玛丽 逼问彼得蜘蛛侠的下落 为了拯救爱人的彼得 再次恢复了超能力 所以说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 彼得和教授打战三百回合 救下了地铁车厢上的所有乘客 然后被教授绑到了好基友面前 教授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进行实验 然后毁灭整座城市了 彼得迅速地赶到核聚变实验地点 玛丽也被绑在这里 她摘下了蜘蛛侠的头套 用教授曾经对她说过的话 说服了教授 聪明是用来造福人类的 教授最后终于醒悟过来 牺牲自己用河水淹没了这个项目 她不想死的时候还当个坏人 玛丽也终于得知了彼得就是蜘蛛侠 她理解为什么彼得总是拒绝她了 但是她仍然深爱着彼得 于是她在婚宴那天落庞 和彼得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不管这个世界有再多的危险 她都愿意和彼得一起面对 结果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过新的麻烦正在悄然酝酿 好基友似乎要继承她老爸 绿恶魔的衣钵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嘴嘴刷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迷惨科换的影 下期见啦